大家好,歡迎來到Casper媽媽的頻道 最近在Sky100有一個最新的展覽,Smarttone 5G4技館 我自己本身都未試過去Sky100 因為平時買張票大人說170多元,小童也要110多元 但Smarttone最近做了一個活動,免費送一些5G Lab門票給大家 所以我趁這個機會看看裡面的親子互動遊戲,究竟好不好玩 要出發去Sky100,我們便搭地鐵去九龍站 去到九龍站,玄方商場有很清晰的指示牌,指示我們去Sky100 進去穿過紫色走廊後便準備搭升降機,搭上100層樓 基本上小朋友都未試過,所以他們都覺得很興奮 一進去左邊便有售賣紀念品的地方 裏面有很多具香港特色的紀念品給大家購買 而上到Sky100的重點當然是它的風景 今天能見度就比較低,比較可惜 所以你見到的景點都可能矇矇矇矇的 如果你們找日能見度高的時候去,我相信你們在393米之下 還有虎盆的景色一定更加漂亮 而且裏面也有不同的打卡位置給你去拍照 不過都要排隊,如果你選擇星期六日去 再走進去,你就會見到一家很漂亮的Cafe 叫做Cafe100 我想它的賣點就不在於食物了 賣點當然是看著這麼漂亮的維港景色,去享受下午茶 看來這裡我都在想著,我今天來的重點就是去玩個5G Lab 究竟在哪裏呢? 沒錯,原來在Cafe100再要走進去 這個館有8個互動遊戲 例如有單車賽,實時遙距駕駛,智慧交通等等 我選了幾個適合小朋友玩的 第一個就是實時遙距5G駕駛對決 小朋友可以在Cafe100模擬駕駛 它的特別之處就是可以在Cafe100直接遙距 控制數碼港的一輛遙控車 這個活動小朋友玩得很開心 在旁邊也有一個VR單車賽 小朋友可以嘗試戴著一個VR眼鏡去模擬踩單車 再走進去就是一個巴士造型的設施 如果對男生來說應該很開心 我的小朋友就在巴士玩得不捨得走 不斷坐在巴士上 不過其實巴士的軚盤只有讓你動 沒有實際功能 不過它的造型跟巴士十分相似 所以在上面跟小朋友拍照也不錯 其實裏面真的比小朋友玩到的東西 大概是以上幾樣 它在剪品旁邊也有一些QR Code 叫你換夠三個就可以換禮物 我那天也有試試換 就是這張貼紙 如果小朋友喜歡巴士也可以換一張 如果我不喜歡的話 不用換也可以 總結來說 今天的行程 如果未去過Sky 100 我覺得都可以來一下 免費來說 但如果照平常證價 如果要付170多元 和小童110多元 即兩打一小 這個價錢 我想我就不會來了 但如果你自己很喜歡拍照 風景都蠻漂亮的 而且它也有不同的打卡位 這條影片說Sky 100 就說到這裡 記得訂閱和讚好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